哈囉 歡迎大家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影子現在要來直播克魯賽德戰記 這次的改版多了很多隻新的角色 很可惜的呢 這次的改版它並沒有一個選項 是只抽新的角色 所以我必須十連抽 現在活動呢 有三隻加倍 那我抽到了最右邊的這一隻 這隻是交手命長 這頭會掉下來的 南瓜頭啦 墨爾士杜爾拉翰 這隻我感覺不怎麼強耶 其實因為他練到滿的時候 他攻擊力 果實吃滿了 攻擊力才642 600多攻擊力真的非常低 雖然他的 方塊會連砍5下 5下然後每一下造成200%的傷害 這樣總共是1000%嘛 可是因為他攻擊力本身就太低了 所以他1000%傷害也不會高到哪去 而且還有一個缺點是 他20%的機率他頭會掉下來 頭掉下來之後他就會脫隊 所以在推圖也是非常不好用 因為他會脫隊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他也不會造成 1000%的傷害 只會造成260% 而且距離非常的短 那還出了很多專武啦 我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紹 小麥的專武 跟這隻新的南瓜頭囉 因為我現在新的東西只有這兩隻 那其他的就等我抽到以後再說 我們現在先來抽 我在想要10連抽還是20連抽 因為我想把鑽石留著等那個 等他出其他新角色加倍的時候再抽 我們來抽10連抽好了 看會不會抽到這隻長矛 或者是這隻補師 這兩隻我都沒有 不要再給我南瓜頭就好了 我會吐血 那抽啦 大家幫我 幫我加油吧 OK 第一隻就是好兆頭啦 金馬車 來吧 唉唷 當作是給我一個六星麵包還不錯 直接抽到六星耶 這個機率也蠻低的 好兆頭 雖然我已經有很多隻了 帶馬車 Oh shit Oh shit 我有一種最後一隻保底的感覺 呃 金馬車來吧 阿琳又是六星麵包 喔 不錯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抽到的就是白卷腳 一隻金卷腳都沒有 唉唷 連續來三個金馬車 還是四個 這麼爽 給我一隻金卷腳吧 新英雄 新英雄 提阿 我有六隻阿 你不要再來了好不好 這是最後一抽了吧 新英雄 迪密特 迪密特我也有了 好吧 轉時間留著 沒有任何進展 有一些六星麵包也不錯啦 安安阿阿囉 気持人之 競技場我現在都用這一隊 有點賤 超級門神 用完燈包就抽完了 現在就用阿妮塔 亞伯加 呃 品克 我品克的果實 很可惜還沒吃完 因為我現在 現在才換這一隊 那我晚一點就把他吃完 這一隊呢 我自己遇到的時候 我都很非常非常的討厭 因為真的是 能克亞伯 可能就克不了品克 然後能克品克 可能就克不了那個 阿妮塔 所以這三隻湊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會 會讓人非常非常的疼 疼 疼 正成功我沒有他的專武 然後訓練場 我沒辦法給大家看 因為正成功的專武 是需要被打的時候 才會出現他的被動 所以我沒辦法給大家看 就 正成功的專武 我沒有辦法介紹了 我PVC隊伍等我有第三隻 偵探的時候 我再放三偵探吧 現在目前就以這一隊是最穩的 超賤 而且還可以害人 放這一隊上去 很多人 我大部分的隊伍 應該都會被這一隊打很慘 之前我如果放雙偵探加阿妮塔的話 那一隊 當不了門神 因為 電腦消板比較慢 那 放偵探的話 一下就被殺死 偵探險很少 我現在放這一隊呢 就是一個賤 就是一個貝哥哥 我這一隊呢 就是 剛開始出來的五個版 五個版 把品克的版流成 把其他全部消掉 然後品克的版 五個版 看裡面有幾個品克版 就一次在消 因為品克二消跟三消會比較好 剛開始 正成功 我等一下抽那個 劍 成就劍好了 看會不會抽到 如果剛好抽到 可以 可以直接升六星吧 不知道鐵夠不夠 可以介紹給大家看 那如果沒抽到就算了 我剛好也缺那個 貞德的武器 我覺得他現在角色越出越多 我都會 有時候都會忘記那些角色名字叫什麼 角色出太多了 不過也沒辦法 因為他們要賺錢 現在他們發現 出角色是最好賺錢的方法 因為 抽角色大概要花很多鑽石 然後他一口氣出七隻 真的是有夠 有夠機車 星角哪一隻比較強呢 我個人 看了他們的說明 我一個一個給大家看好了 PVC等下再打 這隻殭屍呢 我不太看得 我看不太懂他的技能 意思是什麼 消防快食造成200 275 350%的傷害 所以他單消也有200%傷害 也算不錯 然後補助型 血液暴走 每4秒隨機 連消攻擊 什麼意思啊 體力躍弱造成 體力躍弱增加 施放3消的機率越高 吸收方塊技能傷害40% 所以他的 任何攻擊 他消快攻擊都會補血 然後每4秒 他連消攻擊是什麼意思啊 有人有這一隻嗎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連消攻擊是說他 板上面沒有他的板塊 他也會自己亂消 然後亂打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意思 但是問題是 他怎麼計算跟怎麼攻擊的 我真的不曉得 這要真的要有他 我才知道他到底強不強 然後再來就是 這隻長矛的 長矛看起來好像傷害不錯 看一下訓練值到滿的時候攻擊 600多 血10400 魔法防禦快要1000 還不錯 消方塊的時候 受到束伯之鎖鏈時被束伯2秒 消方塊的時候可以讓別人被束伯2秒 消除4個方塊的時候 向前投擲長矛造成攻擊力400%的物理傷害 受到束伯的敵人投擲長矛時追加攻擊力700%的傷害 所以如果 敵人有被束伯住的時候是造成 400%加700%加 如果是4個方塊應該是3消 1加3 400%加700%加320 然後再加120 這樣是多少 400%加700%就1100了嘛 再加320三消 1420再加 1414 1540 1540 所以他4個方塊放下去是1540的傷害 可是他的傷害本來有點低耶 感覺還好啦 我現在也沒有很強 當然我沒有他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攻擊範圍到底大不大 跟打幾下我也不曉得 大概就這次他真的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 不怎麼樣 等一下會玩給大家看 那我就不多介紹了 攻擊石我還蠻想要的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貫穿型的角色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是貫穿 消除第二個方塊的時候呢 會召喚一個老鷹攻擊群體敵軍 所以應該就是貫穿型的吧 550%的魔法傷害 而且他攻擊力還蠻高的喔 你看他吃滿的時候是1700的攻擊力 我看一下其他角色 1700 1700是攻守最高的嗎 這隻角色這隻攻擊力好爛 春香的攻擊力這麼低喔 才800多 這隻不用看 小光 小光也很爛 1700好像是攻守裡面最高的 1200 對啊 這隻角色是弓箭手裡面 所有弓箭手裡面攻擊力是最高的 所以應該算是還不錯 而且他是穿透箭 他這邊都寫的是穿透箭 而且會攻擊敵方全體 所以這一隻我覺得應該蠻厲害的 個人感覺 槍氣這隻我感覺不錯 我本來以為 他這個方塊看起來像是貫穿的技能 可是剛剛有人說是丟一個從 丟一個到一個範圍然後 從地上鑽出來還是鑽到地底裡面 我不太確定 反正就不是貫穿啦 消除方塊 會造成150%、220%、350%的攻擊力 受到槍攻擊的敵軍 3秒內造成攻擊200%的出血傷害 所以會讓人家持續減血 恢復量減少20% 所以讓人家 補血補比較少 不過20%也不是很多 所以還好 該攻擊不會重疊 再次消除方塊時 持續時間初始化 這很正常 不會重疊所以也還好 沒有那麼OP 3消後消除方塊時 最...就是3加1嘛 最前方的敵人投擲裝備之緩氣 被忘錄召喚地上劍刺死 對敵人造成600%的傷害 對著有利效... 對著有利效果的敵人追加造成600%的傷害 所以敵人身上如果有任何的buff的時候 他會額外再造成600%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隻還蠻厲害的感覺 這隻槍手我有用他推圖打蠻慢的 因為他不是貫穿型的啊 如果是從地上鑽出來 就是那種固定位置型的 通常推圖都沒有那麼好用 推圖就是要拿貫穿型角色來用 好啊 你有正成功 我等一下拿來四年 可是他攻擊力好高啊 1700也不錯了啦 雖然沒有偵探高 我記得偵探更高 跟偵探一樣啊1700 他還比偵探高一點 所以他變成槍石裡面最高攻擊力的嗎 法師沒有出新的好可惜 然後補師出了兩隻 這隻我有了 這一隻他是 補全體的 不管你單消雙消三消都是補全體的 然後一消的時候 全體攻擊力增加20% 二消全體防禦力增加30% 三消的時候解除有害效果 我一般都是拿他來單消啦 我很少拿他來雙消 就全體增加攻擊力 然後單消的時候 不管幾消啦 我方最少血的那一個角色呢 會額外恢復 這隻補師的攻擊力的 100% 158跟200% 然後會消自己的板塊 就假裝我可能 帶了一隻偵探跟他一起走好了 然後偵探減血了 這隻補師補到他的時候 如果偵探是血減最多啦 這隻補師一消的時候 偵探就會額外出一消的板塊 如果這隻補師三消的時候 偵探就會釋放三消的板塊 所以還算不錯囉 就不會卡板的感覺啦 這隻補師我沒有 不知道強不強呢 有人說配救槍組很蠻厲害的 向前方投一個藥瓶 然後藥瓶中的藥水 會冒出煙氣 對範圍內的我方 回復2秒攻擊力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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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等值體力 就是回復血 我方攻擊10次10向前方的敵軍人特殊燒品 燒品中流出的藥水中帽子煙氣 對範圍內的我方回復2秒blblbl 增加100%的物理魔法穿透 我知道為什麼你們要配槍組了 因為配槍組的話 槍組不用板塊也會一直攻擊嘛 然後每射10次的時候 他就會多投一個東西 槍組又是多段攻擊 所以還蠻搭的嘛 把剛剛的票打完我們來推圖一下吧 不過這一集主要是介紹 小麥的專武 是不是應該要帶小麥出來打 雖然小麥PVC不強啦 可是我換一下好了 下一場換一下 啊好浪費啊 他的金卡不要拿去洗專武 太浪費了 我們來玩小麥吧 輸了就輸了 無所謂 好不然我們來配桂香跟貓補好了 欸不要 桂香跟達拉好了 那桂香也是多段攻擊 所以會觸發小麥的被動 帶時間女神好了 古代地道愛心會一直留著 但是假裝你這個禮拜 有集了三顆愛心 下個禮拜換了一個關卡的時候 你那三顆愛心就是保留在之前那個關卡 那你要等下一次輪到這個關卡 再一次出現的時候你才 那個愛心才會再看得見 這個稻草人軍團有點 有點賤 他這隻大隻的稻草人呢 是他專武放出來的 那那隻大隻稻草人攻擊力還蠻強 可惜是他不是在原地打轉 像之前的小稻草人一樣 他是一直往前推的 所以打那種大型的怪物的時候 特別的攻擊力特別的高 因為大隻的怪物他不管走到哪裡 稻草人那隻都打得到 那如果是打小隻的怪物的時候 有時候稻草人走一走就超過那個怪物了 那就沒有辦法再持續攻擊 所以打世界王我覺得賣賣妹專武傷害會高很多 推圖的話我覺得賣賣妹就不太適了 因為他攻擊速度又慢 啊我下錯版啦 PVC偵探要三隻會比較厲害啦 我之前是兩隻偵探果實都吃滿 加一隻阿妮塔 那有時候還是會輸 像我會輸我剛剛用的那個團 兩隻偵探加阿妮塔 會輸那個品克、亞伯加阿妮塔這三隻 我就是因為輸了那三 那三隻輸了一次之後 我就自己也換成那三隻玩 因為實在是太減了 小麥專武當然就是AA囉 洗兩個魔穿 或者是一個魔穿一個爆傷 可惜的是呢 我的小麥專武是AF 所以我就只能洗魔穿跟爆擊機率啦 還蠻厲害的嘛這一隊 比我想像的還穩多了 我本來以為這一隊要暖機會打 會很難打PVC 看起來不錯 剛剛每一都被我打飛了 偵探加冰法 然後帶個坦克雷 這樣不強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偵探只有一隻的話 他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這樣不強 這樣不會比兩隻偵探強 兩隻偵探 他是2乘2是4倍的 三隻的話就是3乘3是9倍 所以我再等第三隻偵探 喔Fuck卡板了我這怕 不要再卡板了 剛剛看到那個新槍的技能了耶 剛剛有一個鎖鏈掉下來 不知道什麼意思 麥麥麥不可以克梅 只是因為他的攻擊力剛剛好像還夠高 那我另外有帶 有帶桂箱啦 所以沒他 打我並不會像本來那麼痛 完蛋了我品克欸 我覺得我會被品克克死 他就會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一直衝 一直衝 Oh no shit 還好差點輸我嚇死我了 還好我有帶桂箱 不然就被品克一直衝死 這種攻擊力是多段類型的 打品克都不太好打 因為品克他 反傷會一直攻擊 會一直往前衝 不過這一隊並不是PVC很 最強的隊伍啦 這一隊只是給大家看一下而已 中上等囉 這一隊來講 因為還是 我相信還是會被很多 全部Max 然後果實吃滿的隊伍克到 如果他帶三隻品克三隻Max的品克 我一定輸啊 所以這一隊並沒有說特別厲害 幹 暈眩我 達拉喔達拉 我現在達拉是有專武啦 我說一下有專武的達拉好了 就是我方只要有一個角色三消之後呢 達拉就會自己造一個塊 然後頭上就會出現一條黃金的龍 那 當龍出現的時候 只要我方被達拉補血補超過十次以上 我方的那一隻角色就會放出三消攻擊 呃補血的時候他補血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 敵人打我方的角色 每打一下就會補一次血 所以只要被敵人攻擊十次以後 就會再次釋放三消 剛剛有人說放正成功了是不是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加這一隻好了 這樣子就一直能讓正成功釋放板塊 因為正成功是 近戰角色 我們這隻星補呢 就是會讓 減血減最多的角色呢 呃再次釋放他的板塊 所以 站在前面的角色通常都能一直釋放板塊 這樣我就 我就用這隊好了 五千五千 我這隊呢 好處是正成功不怕 不怕每一板塊 因為我那個 後面那一隻新的補師 他會一直造塊 不是造塊 應該不是說 直接讓正成功釋放他的技能 因為他不算真正的造塊 但是這樣如果敵人只剩這隻坦克 就要打很久 嘿嘿嘿 因為坦克的攻擊段數很低 我覺得正成功應該蠻適合PVC的喔 我的手機狂陣啊 裡面也加太多了吧 是有幾個人連續加 真的 現在水龍是35%體力的攻擊力 所以他不看任何本身攻擊力 我這樣感覺起來正成功 他的專武PVC應該很厲害 因為PVC通常現在大部分的火方角色都是多段攻擊 尤其是偵探啊 一些法師 攻擊就是多段 然後應該就是狂出水龍狂出海神劍吧 應該很誇張那個很壯觀的 壯觀的畫面 就像這樣子 我打有點久耶 推圖好像不是很好用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PVC了吧 他只有PVC的道路 攻擊力打 推圖我覺得是一般般啦 這隻Boss也打了有點久 不過我真的覺得他PVC應該會很厲害 喔Shit 死掉一隻 喔Shit 好啦 正成功 還是PVC就好 可是我PVC又不能帶你的正成功來玩 有點可惜 沒有辦法讓人家看到正成功真正厲害的地方 鬼法專武AF不好啊 一定要AD 鬼法只有AD這條路了 不用啊 你女神按空白 我現在設定空白鍵 你看那個 我的 這個模擬器的右上角 有一個鍵盤功能 在鍵盤功能的時候 你把你的按鍵 隨便設一個按鍵 然後像這個Tab 你就把它抓到螢幕的中間 然後再設置你自己的按鍵 像我現在設置一個Space 按這邊 然後只要按空白鍵 它就會觸發女神 所以你就不用用那個滑鼠去點上面 你打什麼字喔 我沒有看到啊 饅頭你剛剛有講話嗎 有時候那個訊息刷太快 我沒有看到你 你再打一次吧 Sorry 好像有點困難喔 沒關係我們只是測試啦 我還有很多別隊可以打 無所謂 之後這隊輸掉就算了 終於要觸發你的稻草人了嗎 稻草人出來 出來一隻好不好 呵呵呵 一隻都沒有 死掉一個 哇 欸可是我為什麼BOSS 減些減那麼多啊 根本就沒什麼稻草人出現說 好莫名其妙喔 普通的方塊打他會這麼痛嗎 我賣賣妹的被動都沒出過半次 然後莫名其妙就過了 Why 可能被捕幫他加工之力加太高 他普通稻草人 他銷板的稻草人 打他就六七千 六七千 喔 你要讓我試用心槍喔 沒關係啦今天不急啦 心槍以後等我自己 看有沒有抽到再說 因為我現在好友也滿了 我不想再刪掉一些人 然後再加你 下次吧 謝謝你的提供囉 因為 隨便三人又對大家不好意思 那 除非有大家不玩 不玩的人我才可以三好友 饅頭很傷心 Sorry 好可憐喔饅頭 饅頭秀秀一下 我現在我有兩隻貓補 我把一隻貓補學成圖騰 因為我覺得 貓補用圖騰感覺挺賤的 這樣會讓我的第三隻 一樣會釋放三消 我們來用 用那個 這隻叫什麼 舊的公主 好了 一般來說以前的版本 這一隊是行不通的 那現在版本 因為圖騰會讓 單消變成三消 所以我現在帶兩隻隊長 兩隻三消角色 看能不能成功 我們來玩玩看吧 大家在安慰饅頭 好可憐 這樣應該就有三消了 有沒有 他有三消 他有跳起來攻擊 所以現在這種狀況要掛了 這種狀況 兩隻隊長現在都行得通了 就是 兩隻三消角色 現在這種隊伍已經是 合理的了 以前這種隊伍是不合理的 阿這隊打不贏 這隊打不贏 這隊打不贏 不過至少讓大家知道 現在這種隊伍是OK 是行得通 就是兩隻三消角色都OK 因為那個圖騰會讓人家單消變三消 OK 就來拿他來推圖吧 他這隻 南瓜頭要怎麼觸發被動呢 就是 他只要被補血補過一次之後 他消自己的板塊就會觸發被動 那 我如果帶那個尤莉亞的話 他就算沒有板塊 尤莉亞也會幫他消板 所以這樣子 比較不會怕缺板 因為他是近戰 所以他減血一定減最多 那我們就配火女神吧 這樣傷害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BOSS不一定打得贏 只讓大家看一下他的 攻擊方式囉 跟他的攻擊力 我現在目前他的角色是加3 那有貝吉利斯幫他加加之後 攻擊力應該會高一些 就這樣砍五下 然後攻擊力不怎麼樣 喔對了我的 他的武器我好像沒有洗穿 好像是攻擊力增加 所以沒有穿透的話 傷害又會更低 不過就算有穿的話 我覺得他傷害也高不到哪去 網路對他的評價也不高 因為他真的是 垂系的攻擊力本來就很低 然後他掉頭了 他有20% 五分之一的機率他頭會掉下來 就不會出五連斬 頭會掉下來就有機會會脫隊 頭就掉下來了 然後就是這邊 脫隊脫很久 連掉兩次也夠衰 掉三次 這是五 五乘五乘五 這是什麼機率啊 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的機率 就讓我遇到了 貝恩嗎 貝恩搭男丁也太奇怪了吧 貝恩一般你要搭九位比較好吧 他太爛了啦我受不了了 他算蠻好笑的 而且他頭一直掉現在怎樣 不是只有五分之一的機率嗎 怎麼感覺比五分之一還高很痛 我被捕因為果實吃滿 所以他太坦了 我的被捕 比較坦一點 好吧這打一盤就 夠最瘦了 所以不想再 再帶他打了 抽到這一隻 這應該是新角色裡面最爛的一隻 我個人認為 好 用那個 賣賣妹來推圖給大家看 賣賣妹的專武 這才是我們這一集主要的目的 有貝提利斯幫他加加過後 他的攻擊力會更上一層肉 然後搭配伊諾的話是 因為伊諾他 他有那個打六下的那個攻擊 比較容易觸發賣賣妹的被動 然後伊諾會幫那個 會幫貝提利斯造快 所以比較不會卡板 貝捕新專武還蠻厲害的喔 我的賣妹不想學分身 除非我第二 我剛剛有抽到第二隻 等我第二隻練滿吧 我再練一隻分身的賣妹妹 因為我現在造快MAX 我不想把他洗掉 太浪費了 就這樣一個木頭人就算了吧 不一定一定要把木頭人打死 你對木頭人是有泄海深仇嗎 我又想過說 貝提利斯配上兩隻伊諾的話 其實也蠻厲害的 如果伊諾他果實吃滿 然後有專武六星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專武是AA 其實他攻擊力也是蠻厲害的喔 而且他又是貫穿型攻擊 伊諾阿 被捕幫他加加過後 加上他本身果實吃滿 然後訓練值MAX的話 攻擊力也有上2000喔 然後他專武是 釋放 打六下 每一下好像是250%嗎 我有點忘記了 是忘記多少%的攻擊力 反正一定有上千啦 如果六下加起來一定有上千 所以一隻被捕配兩隻伊諾 其實好像也行得通喔 雖然攻擊力沒有像一些法師這麼OP啦 可是也算是不錯 而且補血量又補很多 為什麼我現在推圖伊諾的傷害 會比麥麥妹剛剛啦 會比較高呢 是因為伊諾他的攻擊是貫穿型的 就是我說為什麼 推圖的話我覺得他還不錯 貫穿型的角色呢 啊~~ 這隊居然推不過BOSS 貫穿型打後面的怪都打得到啊 啊麥麥妹他比較不適合推圖 是因為他只能打前面的敵人 所以 傷害會差不多是因為 是因為這個原因啦 如果敵人站在原地的話 站在前面 麥麥妹傷害一定是比較高 三隻南瓜頭永遠撿 不然是沒事 那個是出來搞笑的吧 你帶那一隊去打PVC 會超搞笑的 你就看到一直在撿頭 然後我要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毒箭 我本來 本來大家應該知道 毒箭是 普通攻擊會變成毒箭 然後 每一箭是打150%的傷害 現在毒箭呢 改成變成說 你只要毒箭功能 釋放之後呢 你的後來的消的板塊 每一下攻擊都會多 150%的傷害 所以 這一個功能配上 多段型的角色的時候 傷害是非常的可觀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配那個 舊公主 她的 因為她是跳起來射 這樣是7加10 應該有打17下 每一下都會加150%傷害 所以攻擊力是非常高的 然後另外一隻 我想得到的 攻擊多段的弓箭手呢 就是阿靈了 所以我阿靈我會把她的 技能改成毒箭 從火花魚改成毒箭 因為我覺得這樣攻擊力更高 那 小光呢 雖然是多段攻擊 可是因為她的消板 毒箭她只加在消板的攻擊上 小光的消板呢 是只有打一下的 所以小光的那個旋風箭 不算在毒箭的傷害內 然後最後一隻要配誰呢 我們就來配阿靈好了 多 每一下攻擊多加150% 哈利塔配震盪很好用阿 因為通常敵人在飛起來之前 就已經不見了 先來把 有沒有這邊有寫 7秒之內造成158攻擊力的魔法傷害 擊中 喔強化方塊攻擊 對啊沒錯啦 我就記得是方塊 就是 我方 7秒鐘之內消的方塊 每一下都會造成500 150%的傷害 MAX的時候是加什麼 加真實傷害 然後效果期間再次釋放 這個MAX的話就不重要 因為多放兩個毒箭其實沒有差多少 沒關係我們把它改成MAX好了 雖然沒差多少 OK 我們先 把其他人的板塊都消掉 然後 我現在留一個毒箭喔 讓大家看 然後等那個 公主的三個板塊出現以後 再消給大家看 大家看他的每秒傷害喔 大家注意一下 好我現在不消板了 先消一個毒箭 然後再三消 大家有沒有看到 每秒二十幾萬的傷害 有沒有看到 這是非常非常的變態 如果沒有狀態的時候 我三消給大家看喔 你看才一萬多兩萬 對啊有人提到說可能是 稻草人的一趴很痛 OK我現在要放毒箭了 來 三消看一下 有阿傷害痛很多喔 剛剛本來三消才打他三分之一的血 但是後來三消就直接把他殺死 呃 我一個一個放好了 因為有些人好像舊的也沒看過 這些都是舊 舊的我就轉快一點 這一隻是 李昂六星嘛 帥很多 這就是那個 最後裝備 so bad guy 他真的是so bad 超爛的 名 名副其實的名字 so bad guy 欸 蕭強 我覺得蕭強這個畫得還不錯欸 還有那個 女王的感覺 就是女王拿那個 荊棘來鞭打你的感覺 國王 曼巴的毒不算多段喔 曼巴 他毒箭只打第一下 算是傷害 後來的每一段 每一段 毒系的攻擊都不算是傷害 所以 配毒箭不好用 我已經試過了 所以不用再試了 好 妹 他畫得不好看 sorry 說不定那個 哪一天 哪一天畫師突然看到我的時候 他畫得很醜就很可憐 這隻畫得還不錯喔 扇子 唉唷 這個也畫得不錯欸 舊 舊組畫得還蠻讚的 這是新的圖吧 我之前也沒看過這一張 他這畫師好像不是同一人的感覺 你有沒有看這個畫風 這隻畫風跟 這一隻的畫風也差太多了吧 這不是一個等級的阿 這個 這個畫風就更差了 喔 貴箱欸 新的 新的圖案 這個我也沒看過 貴箱有這麼年輕嗎 阿這個 長得有點奇怪喔 你的眼睛歪掉了吧 可娜 迪密特 班傑明我覺得畫得也不錯 班傑明 這是誰啊 這是水法師喔 水法師 水法是白頭髮嗎 真的是白頭髮 我一直以為他是藍頭髮 阿好可愛喔 那個貓補 貓補的圖案也出來了 南丁格爾 這個好像舊了吧 不確定 舊位畫得也不錯 他的表情很有味道 貝體力絲 有點普通 伊諾 伊諾你很醜喔 順便罵一下我朋友 伊諾 我朋友那個伊諾 就是拿這隻角色的名字 拿來當他網路上的名字 然後另外一個 Deezy 也是最後裝備裡面 一個角色的名稱 可是Deezy 他角色 克魯賽德沒出現 我沒有牛郎跟織女耶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大家看 OK啦 因為 也差不多要休息了 那今天視頻就在這邊結束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那我有新的東西 我再跟大家分享 謝謝囉 掰掰 大家晚安 Kiss de Kimoji